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翔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犯追踪》第二集的第二集 上集说到,翟总被跟妹解释后一直在诱导他交出机器的权限 为此,他还抓了国安局的威克斯,想要逼迫翟总就范 李斯一路调查,但是跟妹的信息少之又少 最终在卡贾的努力下,他们查到一个20年前失踪的女孩,汉娜 两人打算去往德州调查 下面进入本集内容 在出发前,李斯特意出时间跟他的两个打工仔喝酒 当然,这还是为了商量营救翟总的事 根据卡贾的调查,汉娜是14岁时在德州一个公立图书馆外失踪的 从年龄上看,他似乎就是跟妹无疑 李斯要逗逗留在纽约继续调查爱丽莎被杀案 他要知道到底是谁介入了这起案件 除此以外,他还要再当一次保姆 替李斯照顾好他的小伙伴 小兄真诚的眼睛似乎在说 看条狗,你总不会再弄丢了吧 同一时间,公安部在警局的内鬼得知豆豆负责赖丽莎的案子 不过,既然他忙着训狗,也就不足为惧了 德州现在是旺季,只能租到一间牛仔风格的旅馆 李斯本来打算是浴缸,发现浴缸根本不存在 想了想,地板也是极好的 之后卡姐立刻去了当地警局 实质一上来就碰了钉子 德州警方表示,如果不能让他们主导调查 就别怪他们不配合了 最后,还是李斯那些老方法起了作用 更何况,像他这种颜值的邮递员 前代接待的国外热情 偷个安全资料更不在话下 案阵记载,汉娜失踪当晚 曾有人给911打电话报警 说她上林辆车 但车牌号码并不明确 李斯二人到了汉娜最后去过的图书馆 管理员巴巴拉回忆着那晚的事 汉娜独自坐在电脑旁 玩一些教育类的问答游戏 她和平时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那时,临近闭馆时间 汉娜走前寄了一本 献给阿尔吉隆的画术 之后她就消失了 她的母亲前几年过世 她的父亲还健在 她告诉李斯 妻子一直相信汉娜还活着 但她不那么想 真是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警方也讯问了那个混蛋 然而却没能找到证据 她说的混蛋是一个叫科迪的男孩 当年科迪经常尾随汉娜 甚至在图书馆也盯着她 但科迪否认自己碰过汉娜 后来她成了一个中日榴莲酒吧的罪鬼 汉娜的父亲最后还提到 女儿失踪后 她陆续收到过一些信用卡的宣传单 但是汉娜还未成年 根本没办过信用卡 卡姐翻遍了垃圾桶 想找到那些单子 这时,豆豆打来电话说 爱丽莎留下的证务中 有一把钥匙遗失了 她开始怀疑是警局的人干的 很快就注意到那个内鬼 卡姐要她小心对方 他们的背景可不简单 正说着 她找到了一封信用卡中心的来信 收信人正是汉娜 李斯在酒吧找到了科迪 听说李斯既不是警察 也不是记者 科迪干脆直接动手 结果是没有悬念的 科迪被责后终于老实了 但她确实不知道汉娜发生了什么 而多年来 她也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时卡姐赶了过来 她肯定地说 这件事与科迪无关 她查到汉娜名下有张信用卡 开户时间就在她失踪后两年 她很有可能那时还活着 维克斯被根妹掉了一个钟头 她的声音声让翟总听不下去 根妹拿出一份 国防部最高机密备忘录 其中的高强度刑虚手段 就包括这项调刑 维克斯要求喝点水 但根据备忘录中的规则 水是不能给的 除非她把根妹想知道地说出来 机器被国安局运去了哪里 维克斯不肯招供 从白天掉到晚上 翟总觉得 根妹这样无视人命的人 肯定是有什么童年阴影 在她的多次恳求后 根妹给维克斯喝了一杯水 然后告诉她 那里面的土振剂过会就会起效 在她加网友回来后 她希望听到真话 根妹离开后 维克斯就猜出了翟总的身份 于是求她帮帮自己 他们不能让根妹获得权限 说回李斯这边 卡姐查到 汉娜的信用卡是在路易斯安娜周开的 疑似性存入了十万美元 并在接下来的三周内持续曲线 而这十万美元 是从一个终身监技的毒贩账户里 转过去的 毒贩不可能与汉娜有什么交集 所以这笔钱是有人从她那里偷的 这非常像根妹的杰作 而且 汉娜的账户是联名的 另一个户主名是特伦斯 她就在图书馆当晚的目击者名单上 根妹是想要这种方式 让人注意到特伦斯 而后他们才知道 特伦斯竟然就是巴巴拉去世的丈夫 特伦斯与巴巴拉是在图书馆相识的 15年前死于一场袭击 警方说那是毒贩干的 但巴巴拉拒绝承认 特伦斯跟汉娜有什么关系 不过她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 李斯在巴巴拉的车库里找到一辆车 车牌号码正和另外报警者所说的基本一致 由于事件遮挡 她当时说错了一个字母 李斯这时串联起了真相 特伦斯绑架了汉娜 根妹目击后向警察报案 但是却没有立案 她为了报复特伦斯 利用她银行信贷员的身份 开了一个账户 并从赌贩那里偷了10万美元 赌贩以为偷钱的是特伦斯 于是就干掉了她 而这本来就是根妹擅长的套路 根妹从外面回来后 一进门就被威克斯偷袭了 原来在她的多番劝说下 翟总为了保护机器 帮她拿到了水果刀 威克斯占据了上风后 将根妹一顿毒打 然后立刻就变了脸 既然机器的设计者就在眼前 威克想要知道 机器是否绝对安全 翟总说 机器无法远程修改 除非接触到服务器 所以 只要它的位置没有暴露 就是安全的 说完 他就准备开枪杀掉翟总 威克斯在几年前 就曾想要黑进机器 现在 他知道了该知道的 很快权限就都是他的了 然而在她扣动板机时 才发现 那是一把空墙 地上撞烟的根妹趁机出手 再次将她放倒 现在她觉得 翟总对这些贪婪的人 总算能死心了 警方很快搜查了巴巴拉的家 发现了16本同样的书 正是汉纳曾借过的 献给阿尔吉隆的花束 在特伦斯死后 他每年都会在失踪日 收到这一本书 对巴巴拉来说 是种诅咒和折磨 不过 这却给李斯带来了 有价值的线索 最近的一本书中 还保留着书签 上面有条码 能够查出是哪里出售的 接着 他开始调查那本书的来源 卡姐留下继续审讯巴巴拉 他显然还知道更多 巴巴拉在听了 那晚的报警电话录音后 说报警的女孩名叫萨姆 当晚 他和汉纳一起在图书馆 担心母亲对萨姆不好 所以他总是在图书馆里待着 这件事后 萨姆曾把真相告诉了巴巴拉 他不但拒绝接受 还狠狠地教训了萨姆 说她是个谎话精 威胁地闭上嘴 他不但对警察隐瞒了此事 还自欺欺人地 把特伦斯当成好人 因为他那时 爱上了特伦斯 被感情蒙蔽了双眼 接着 巴巴拉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在汉纳消失后两周 特伦斯曾翻修过草坪 不久后 警方从草坪下挖出了汉纳的尸骨 以及她的书包 和那本陈旧的借书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 同时 李斯的调查也有了进展 书店接受了转转后寄出图书 富管人的账户名是冯诺伊曼 这是根妹常用的画招 他当心理医生时的名字就是图灵 李斯经过一系列追查追查再追查 顺藤莫挂查到了一个叫戴森的账户 刚刚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加油站消费过 他知道自己已经离根妹一步之遥了 而且从汉纳父亲提供的照片那里 他知道了根妹的真面目 就是那个叫萨姆的女孩 汉纳对他来说太特殊了 以至于他从未在他面前展示过 自己惊人的计算机天赋 根妹刚刚耍的一招以退为进 就是想让翟总明白 他把机器托付给了这样暴力而拼用的人 那些人不配与翟总为伍 他们俩才是水平相当的好搭档 他这话太看不起我们李斯了 所以翟总仍然不服软 宁斯也不交出权限 就在李斯赶去马里兰的时候 逗逗也跟踪黑肉了内鬼的手机 得知他们已经发现威克斯失踪 准备去往他在马里兰的别墅调查 而这时根妹也发现 李斯已经盯上了他的新账户 这让他有些意外 因此他给翟总又注射了一些镇静剂 准备带着他从车站逃走 临走前 他最后问了一遍威克斯 机器在什么地方 虽然这次威克斯终于找了 但根妹还是打死了他 他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患 翟总趁着这个机会 试图拨通地上的电话 根妹却早就注意到了 他一开始就断开了所有的通讯 说完就带着翟总离开 李斯赶到马里来时 接到豆豆的电话 得知威克斯在这里有个别墅 就在他情人的名下 所以快速锁定了位置 在他赶到时 根妹已经到了车站 不过他没注意到 此时翟总的袖口少了一颗 正是被他丢在了电话旁 为的就是提醒李斯注意 而他刚才按下的 并不是什么电话号码 而是一串敲击代码 李斯简单翻译后 发现那是一个单词 火车站 李斯总算在他们上车前赶到了车站 翟总对根妹说 世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坏马 至少他的搭档很靠谱 接下来的事没什么意外 根妹慌忙离开现场 李斯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伙伴 他们的眼睛朋友回来了 豆豆和卡姐终于松了口气 回到九位的大本营 翟总发现他们多了个猛虫 不但例行禁止 而且酷爱啃书 还啃了一本珍藏版的科幻名著 翟总觉得 他们的品位很相近 应该合得来 这时李斯的电话响起 根妹感谢他帮自己找到了汉娜 并将她安葬 他汇集的这个人情 李斯却警告根妹 再靠近他们就会后悔 根妹笑了笑 让他转告翟总 他们还会再见面 以上就是一番追踪 第二季的第二集 经过一番波折 我们的超能力男主 终于回归了 两男一狗 还会发生什么故事 根妹又会继续做什么妖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期更新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